加拿大魁北克这个购物中心前血迹斑斑 一名25岁男子前天开车冲撞两名军人 其中一人有生命危险 他随后加速逃逸 和警方展开追逐 后来车子失控 男子被警员当场射杀 调查发现男子可能是受到伊斯兰激进组织影响 才会出现极端行为 加拿大魁北克 而在叙利亚伊斯兰国造成的战乱还在持续 由于伊斯兰国近期对边城科巴尼展开攻击 美军过去两天针对当地伊斯兰国据点六度空袭 也六次空袭伊拉克据点 并且协助空头武器 弹药和医疗用品给当地库德组武装组织 土耳其也同意开放边界 让伊拉克的库德组战士进入叙利亚驻镇 动新闻总和报道